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我們要接續上一週所談的東西 有一個小東西 我們做一個補充好不好 就是有關這個失蹭的部分 那其實要注意一下 這個古人也反省過這個問題 簡單補充一下就好 其實你們如果有看到我們的講義的話 就是完整的論文的話 其實這裡面都有談到 但是我想上課有特別提醒 你們可能會印象比較深刻 所以舉例說明 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是宋代的詩評家 他對於歷來的失蹭的說法 考你們喔 失蹭最早是哪一個記載 我們目前文獻所知 這麼一來你們考試會非常的危險 這個要記得每一週稍微做一個準備 是不是攀岳跟石叢的故事還記得嗎 那是晉朝 那麼從晉朝之後一直到唐代什麼的 當然失蹭的情況就越來越多 甚至有人呢 在創作的時候就有一種自覺 那個蹭的那個不吉利的那個意味 一個暗示 但是呢一直到宋代 他們在總結跟反省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們只挑其中的重點 他說失蹭之說啊 這個是那個王茂 他的野克從書有提到 他說所謂失蹭之說呢 當然不能夠說完全沒有 因為失這種東西 他本來就是一種很靈敏的 對個性對你周遭的人事物的一種反應 而人事物本來就在變化當中 那這個變化當中也許就隱含了一些契機 那於是呢 會在後來的發展中得到一個印證 所以說失蹭不是完全不存在 但是呢你不能夠說 注意不可謂失失皆有蹭也 那麼請注意 尤其他的一個所謂的硬 硬就是一個落實的一個情況 基本上呢是往往出於一時之作 一時之作就是你當下的一個書情研製 那麼後來呢 視之語言釋然相會 是等到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跟你說的那個內容 那麼剛剛好碰在一起得到一個契合 那這個就是偶然的情況 你們看得懂這幾句話的意思嗎 看得懂這幾句話的意思 就是說呢 詩本來就是一時之作 他是對他當下的一個情境 或者是一種感受 一種存在狀態的一個反應 那後來呢發生的事情 跟他所說的這個內容呢 剛剛好契合 他說呢這個是一般我們所謂的失誠 所以這麼說來 你怎麼可以說詩詩都有稱呢 如果說後面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詩你就不會做這個穿著附會了嘛 所以他說不可以把失誠的理解當作是一個常態 也就是說你不要以失來作為一種命運的預告 或者是我們進行這種解讀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 逆於失誠呢這是不可以的事情 所以我們請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紅樓夢》裡面絕大多數都是書情詩 那麼這些書情詩呢 你就要用一種所謂的無知心生也的這種態度 來理解這些書情詩 他反映的是作者包括薛寶釵 包括林黛玉 包括賈探春 他們各自的來自於存在處境 跟一種生命價值觀的一個心靈反應 這些東西呢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書情研製的表達就好 那所以這是我一再的希望 同學們在讀《紅樓夢》中的運文的時候 千萬不要混淆 否則你就是穿著附會 那這個呢等一下可以給你們再繼續做參考 好啦 我們今天一定要趕快把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襯瑤常常採用的一個製作手法要講完 我們上次是不是看到所謂的拆字法對不對 那這個拆字法我們看到很多一些相關的例子 不過呢滿有趣的是 就是《紅樓夢》裡面當然 當然拆字法不是最多 我們照這個順序來看的話呢 來請大家就還是一樣 我們呢藉由第五回的人物判詞 他基本上呢是把這個襯瑤的製作手法 反映的最多 那也可以說根本上就是這個精神底下的一個產物 那所以呢請回到這個判詞的部分 那由於諧音法用的最多 我們等一下再說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別名法 別名法的意思是說我在這個文字或圖像 所發揮的這個符號指射的這一個當下 我不用對象的一個常見的 或者是我明白的那個名稱 我用一個別名來代替他 所以你要懂得用這個方式迂迴前進 那什麼叫別名呢 我們直接操作來看 《紅樓夢》裡面怎麼看 來請大家翻到85頁 好 那麼是賈寶玉所看到的第一幅圖稱 那這邊我有一些話要做補充 請注意喔 請注意 這邊呢有非常有趣的現象呢 是這麼鮮明的反映出 我們讀者的主觀懲戒所產生的雙重標準 讀者是這樣的放任自己的主觀好物 以至於在評論或者是在詮釋的時候 那麼嚴重的雙重甚至多重標準而不自知 這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 請各位注意85頁最後一行 那麼你們都已經知道這是秦文的圖稱 好啦 你們注意一下他畫的圖是什麼呢 他說這一幅畫又非人物 也無山水 不過是水墨溫染的滿紙烏雲濁物而已 這裡面每一個字眼請都好好的印在腦海裡 我等一下有一些東西要提醒你們注意 那當然下面呢請翻過來 那就是文字的這個載記 記月難逢 採雲逸散等等等等 好啦 你們告訴我 為什麼這可以說是秦文的圖稱 只因為後面有什麼風流 靈巧 招人月 有什麼心底 天高 身為下見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當然不止喔 因為有這種性格跟這種遭遇的人 大紅的夢中也很少了啦 秦文大概是我們最容易聯想到的 但是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這個圖稱是很不嚴謹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這裡面用了別名法 好 那首先是請你們看一下這個秦字 好 這個秦字就是天空放秦嘛 所以在這個文字裡面所謂的祭有沒有 好 跟這個所謂的祭月 這其實就是這個要我們聯想到秦這個字 因為祭本來就是魚跟雪 那麼停了 然後天空放秦的意思 好 所以它其實就是秦的這個別名 那麼另外呢 文這個字 請你們注意 文這個字呢 它是用什麼步手 是語步喔 所以它指的是呢 天文的現象當中 水氣變化的那個狀態 這個叫做文 所以請你們注意 就在這個圖稱裡面的圖跟文字 都對應到這個秦文的文字 猜得出來是什麼嗎 先看圖的部分啊 圖的部分有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文的別名嘛 我說過它就是水氣的變化嘛 那所產生的文路現象這些 其實就是雲啊 霧啊 這個都等於 都可以差不多等於啦 它們其實都是水氣的變化 這個是圖的部分 那請再看那個文字的部分 也有一個字啊 叫做採雲 一散 有沒有 那也是用到雲這個字嘛 所以呢 事實上這個圖稱裡面呢 它隱含了很重要的一個線索 那就是呢 所謂的別名法 告訴你這個人是秦文 這樣懂意思嗎 那接下來才是就它的性格 什麼來做發揮 不過呢 在這邊 我當然還是有一點性急 想要跟你們做一些提示 但是我想我們不要再多做解釋 不然我們會永遠又停留在第二單元 這個是我們起起以為不可的事情 那我要提醒你們就是 心比天高身為下見 好 這個下見當然指的是說 它的身分階級是非常低賤的 那一個完全沒有法律地位的 丫鬟這個階級 但是什麼叫心比天高呢 我想我跟你們在讀紅樓夢過程中的 那個階段性應該是很一致的 也就是說你們現在會有的理解 跟我過去是一樣的 那就是心比天高都是 但是被我們解釋為情文有什麼 高潔的心性 對不對 然後不屑於去跟人家爭 然後光明磊落 然後我們大概是不是都做這種解釋 沒錯嘛 好 那我要提示你們 我的解釋 我的認識 在這幾年的研究當中發生了變化 我看到的情節 我對它的推敲跟理解 以及一直都被忽略掉的文本證據 所隱含的訊息 我覺得這個心比天高的那個高 並不是指心性的高潔高傲 我覺得只不過就是呢 應該是指他自視甚高 你們知道這是兩種不同的意思 一個人自視甚高跟我的心性高潔高傲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是人格的價值 一個卻是他主觀上面的自我認知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這當然必須要論證 但是我想我們先不要停在這裡 我說話都是有證據的 因為我非常討厭無稽之談 我非常不喜歡說 因為我討厭他 我喜歡他 所以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是我一直很不習慣的一種方式 所以呢 這些證據 我以後都會提供給你們 大家可以一起再重新想一想 也許你的看法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角度 好 然後呢 下面我想請你們注意到就是說 接下來有一個跟情文其實是同樣重要 以書中的篇幅呢 以甲寶玉的立場而言都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呢 請你們看一下下面呢 就是習人的圖稱 那這個你們都知道 這裡面用了諧音對不對 有一簇鮮花 那這個話不用講了 是不是習人的本性 他就是姓花 他原來叫什麼名字 跟著甲母的時候叫什麼名字 叫做珍珠 甲母身邊的丫頭名字都很俗 然後呢 到了寶玉這邊來 就取的名字是不是就很新雅 就是很新鮮 可是又雅致 然後呢 當然就被甲鎮罵了 對不對 就說他這個是刁鑽 那所以呢 我們寶玉是不是就是 從宋詩裡面的花器習人之皺暖 然後呢 所以就把他改名叫習人 那所以下面請看一床破習的這個習字呢 當然是用諧音法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可是我為什麼現在講到習人呢 這裡並沒有用到別名法 知道嗎 這裡並沒有用到別名法 可是我為什麼先談呢 就是我要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讀紅樓夢的人呢 是多麼的浪漫感性啊 有一位電機系的教授 上個禮拜還在跟我講說 我一看到你就知道說 上次收到的那封信是怎樣的人寫出來的 當然嘛 研究紅樓夢的人一定是非常浪漫的人 然後我心裡想說 研究紅樓夢的人一定是很浪漫的人 那這下可糟了 我一點都不浪漫 我也不覺得在閱讀研究的時候應該浪漫 我覺得尤其讀紅樓夢應該要非常的理性 要非常的客觀 這才能夠讀出一些東西出來 否則你就是在靠自己的感覺在讀書 好 所以我們鄭重做一個澄清 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習人這個圖稱歷來遭受到非常普遍而嚴重的践踏 這真的是一個人格的践踏 那麼從知名的紅學家 然後一直到普通的這個讀者 當然也包括一些正在學習怎麼樣做研究的研究生 他們在遇到這個途征的時候非常一致 都把他指向負面的解釋 那其中之有者就是践踏的最嚴重的一個人 是清末的一個評點家 就是說為什麼習人是個破習呢 那我們引述一下朱淡文先生 朱淡文先生我們曾經做過介紹嘛 他就說這個圖稱裡面有一簽鮮花 那是在說習人的性格當中 有非常芬芳美好的那個部分 可是作者也不掩蓋對他的批判 你看他是一個破習 表示說這個人有很卑劣的那個部分 那這種意見很具有代表性 那我要說的是呢 清末比他更早的那個清末的評點家 他怎麼樣來解釋破習呢 他說你看作者給他這樣的一個圖 其實就是有給予他一種 非常言語輔悅的一種貶責 那怎麼說呢 他說習這種東西啊 習這種東西你們都知道 夏天我們剛用過對不對 好 他說習這種東西呢 是一人免之不破 下面一句我就不用唸了吧 就是說如果這個席子是一個人睡的話呢 這個席子不會破的啦 那多人睡的話呢 就會把他給睡破的啦 好 你不覺得真的是非常的難聽 好 而且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這個心態是不對的 首先你是在冤枉別人 冤枉別人的時候呢 又這樣放縱自己的這種好物 然後呢過度的加以羞辱 這說實在的真的是一個人格謀殺 而且我覺得當你講這麼難聽的時候 人格最卑劣的不是你所謾罵的對方 而是你自己 好 那這個呢 他其實就是 就是尖酸刻薄冷嘲熱諷說 你看習人這個人在嫁 所以呢 作者就用這個破習呢 來這個指責他 給他這麼一個難看的一個圖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呢我真的要說明幾件事情 首先這個破字可以拿來當作是 一個人格批判的形容詞嗎 那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是不是我們不能自己想當然耳 不能照自己的主觀意願去做判斷 我們要從整部尤其是相關同類事情的 直接證據跟間接的旁證 我們用同一個標準來看 現在我們的問題就來囉 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十幾個女性的 這個圖稱裡面 包括作者的旁白描述 裡面用到負面的形容詞的多不多呢 很多 幾乎全部都是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 請翻回來八十五頁 剛剛說的秦文的這個圖 你們告訴我這裡面對於他的別名 上面加的形容詞是什麼 蛤 是不是烏雲濁霧 是烏跟濁 那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讀者說 你看秦文這個人人格卑劣 烏濁嘛 而且你看啊 又非人物也無山水 所以這個人不是人啊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樣的一個推論呢 你們聽了覺得好笑 可是你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很明顯我們的讀者很特別喔 好一致的兩百多年來都很偏心的 站在秦文這一邊 那人心是這樣子 當你一偏的時候 只要是我喜歡的人犯的錯 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可是他的優點呢 我們就會盡量彰顯 那我們討厭的人呢 就盡量罵他 對不對 然後就把他當劍靶 那他的優點我們就會說 也不過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這不是人性之常嗎 可是我們真的要用人性之常來做研究嗎 我們學到的東西 是在人性之常所引導之下的認識嗎 如果是我們不就永遠停留在人性之常嗎 那作者真的只是要反應這樣的東西而已嗎 我們到底是不是在畫地自現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 我們先超越出來看看 這裡面所有的圖稱 它的製作手法上面 有沒有一個大體上的一致性 好 所以請看這邊是烏根卓對不對 非人物也不是 也非人物也無山水 有沒有注意到都是否定詞 非啊 烏啊 烏啊 濁啊 基本上都不是正面的語詞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已經看到這一個例證囉 再來看看別的 那回到八十六頁 那習人的呢 他就是一個破習 用個破字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相靈的這一個圖稱 有沒有注意到 圖上面畫的是水河泥幹 連哭偶拜 對不對 甘河 河甘 還有哭跟拜 這個都是很負面的語詞嘛 對不對 那我還是要插歌打會一下喔 有沒有讀者說 哎呀 相靈的圖是連哭偶拜 表示這個人是殘花敗柳 沒有嘛 對不對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閱讀心裡 真的是太有趣喔 就是說我們讀者竟然偏心到 這樣一面倒的情況 這也真的是滿罕見的一個 紅樓夢接受史的現象喔 那我要說的就是呢 我看過一個還算客觀的一個 研究生的一個論文 他很有趣 他說他實在是不覺得習人有什麼不好 不過呢他也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曹雪芹用破習來這個描述他 因為他總覺得破習就是一個不好聽的詞 可是呢他就沒有擴大去想 這裡面講這個秦文是 也非人物也無山水 對不對 是烏雲濁霧 他為什麼沒有看到相靈的圖是連哭偶拜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下面是那個林大玉跟這個薛寶釵的合圖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是 林大玉是兩株枯木對不對 是乾枯的 然後呢當然這一個下面的這個薛寶釵 也沒有涉及到這個形容詞 可是我們繼續往下看好不好 下面還有提到這些相關的形容詞的 有哪些呢 大概就是請翻過來在 後面的那一些我們就不用再一一舉例了啦 好啦 總而言之 除了鮮花的仙字等等之外 所以我剛剛說大體 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圖文字在描述這個書中 尤其這個是判詞所指涉的圖主的時候 他用的呢幾乎都是負面的形容詞 然後呢形容詞下面才加別名 或者是諧音等等所指涉的那個對象 所以再加名詞 他基本上結構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從剛剛舉的這些例子來看 你會發現這些形容詞 指涉的是人格特質嗎 當然不是啊 在秦文身上不是啊 那在香菱上面也不是啊 然後在林黛玉身上更不是啊 那為什麼只有習人 我們特別把他這個 以一種斷章取義的方式 來做負面的人格解釋呢 好 所以我必須請大家注意一下 既然這都是圖誠 他用的手法必須要有大致的一致性 否則這個作者實在是滿精神分裂 那所以呢 我要我的談法是說 這些形容詞基本上呢 比較都是人格表 對不起 不是人格表述 而是命運的表述 說明他們都是悲慘的命運 好 那麼事實上呢 跟人格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請各位注意 我上次就提醒過你們 這些圖誠是保育在哪一個 太缺幻境的單位看到的 是博命司嘛 所以呢 基本上這些負面的形容詞 都是在指涉這些金釵門的博命啦 所以嗚啊 啄啊 哭啊 敗啊 或者是破等等 都在說明這些女性呢 都要葬重在悲劇的命運當中 我覺得這樣的解釋才叫做客觀一致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特別澄清 所以我想我們有很多疑惑 是因為我們自己不公道 我們自己沒有做夠客觀的研究 那我希望呢 藉由這個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你很難理解 他的判詞 請看習仁的判詞是溫柔和順 那麼四貴如蘭 然後所以堪獻幽靈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整個判詞全部是正面的肯定 那所謂的網誌跟空雲 不是對他的所謂的溫柔和順 四貴如蘭的否定 而是就賈寶玉的立場來說 白白辜負了這一個美好的女子 有沒有 結果呢 反而讓誰撿到了便宜 幽靈有福啊 這個幽靈是誰 是不是蔣玉翰 對不對 應該唸翰啦 不過沒關係 你們知道 就好 唸蔣玉涵 我們大家都更明白 更有一個溝通的作用 對不對 蔣玉涵不是一個反串的 對不對 一個很優秀的戲子 所以最後是他撿去了 那所以呢 這個作者其實是感覺到 有一種無奈跟一種失落 他可沒有在批判習仁的意思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頭到尾都是在讚美這個人 為什麼一個破形 你偏偏要把它做一個孤立的解釋 然後呢 在自相矛盾 甚至呢 自我這個煩惱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讀者本身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 要藉由這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真的 你真正要做研究的話 就要先把你的好物放在一邊 這樣才能夠看到 人家要展示的是什麼內容 好 那這個別名呢 我們就先舉這一個情文的例子 好嗎 我們現在再回到別名法 這樣聽得懂 希望你們不會亂掉 那第二個別名的例子呢 請各位看一下 在86頁的倒數第三行 也就是林黛玉跟薛寶釵的合圖 那麼他們的叛詞裡面有 遇替林中掛金簪學禮埋 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裡的金簪其實就是寶釵的別名 那金當然是一種珍寶 對不對 所以他們是同意詞 那簪跟這個釵都是女性呢 簪在髮上面的一種裝飾品 所以他們根本上就是別名 所以這邊的金簪學禮們 就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是薛寶釵的圖證 而且這也暗示著他將來呢 會被某個意義來講 他的守活寡也是一種的被葬送 被活埋的一種狀況 這也是他的一個悲劇的暗示 那這個是第二個例子 那事實上第三個例子呢 我們覺得可以補充的是香菱 好 請你們注意 往前面數的這個圖證是香菱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畫的是水和泥乾 蓮枯藕拜 蓮根藕 然後加上叛詞的第一句 就是根並荷花一金香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圖根這個文字呢 講的是蓮根荷 好 這種水生的植物 那這個跟香菱有什麼關係 首先你們先不要忘記 香菱本名叫櫻蓮 好 這個當然指的是這一個人 可是菱 菱角的那個菱 跟蓮根荷的關係是什麼呢 不要忘記它們是不是都是水生植物 好 那它事實上呢 也所謂的香菱的菱的那個命名 它事實上也是來自於 蓮根荷的一個聯想 那這個不是我這個過度詮釋 這是知彥在說的 知彥在第七回有一個批語 它說呢 香菱其實它的命名 也是來自於蓮根荷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別名法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個 好 那麼這個別名法 我們就把例子說到 這個簡單說到這裡就好 那另外呢 我們再舉一些例子就是 那個諧音法 那諧音法那真的就太多了 來 我們很快的做一個簡單的 這個說明一下就好 那請大家看到86頁開始 有沒有 這個破襲的襲 是這個襲人的襲的血音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呢 下面 欸 對不起 我們的拆字法好像漏了一個 有沒有講到下金櫃 有嗎 有 那我們等一下 又有一個東西會提到下金櫃 等一下再補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諧音法 那就是呢 86頁的最後這個圖 林黛玉跟薛寶釵 那當然主要是林黛玉 請你們看一下 在描述上他說那麼兩株枯木 好 這個也算是拆字法 然後呢 木上圍著一圍玉黛 那我們提到過了玉黛顛倒過來 是不是就是黛玉嘛 那尤其呢 在叛詞的第三句 玉黛林中掛 那麼把玉黛頛倒過來 就是林黛玉 所以這非常明顯 然後呢 下面呢 我們還有那一堆血 血下一股金氈 那這個血字呢 很明顯也是諧音 就是薛寶釵的薛 那這個沒有問題 只不過呢 在這邊我實在 等一下會再跟 實在很想先做補充好了啦 就是呢 在金氈血裡埋這一句 五個字 他事實上用了三種襯瑤的製作手法 好 這個非常有趣 金氈血裡埋啊 用到哪三種 前面兩種我們已經講過了 金氈是什麼 別名法嘛 那血呢 是諧音 那什麼叫金氈血裡埋 這整個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那個 應該是有一點是那個狀態的隱喻法啦 可是呢 這裡面沒有一個所謂 用雙觀法也不像 總而言之他在說明整個薛寶釵 他人生的一個處境跟狀態 然後用一個自然現象或人事的現象 來作為類比 所以這事實上是第三種 不過呢 這邊我們好像沒有看出 有什麼可以對應的那個直接的手法 所以沒關係 我們自己胡說一個叫狀態隱喻法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是金氈血裡埋的部分 好 請各位看86頁的最後那兩行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我們已經看到了元春的判詞 請看 他說紙劍畫著一張弓 弓上掛著香圓 好 這裡面也用到諧音 來這個弓箭的弓是諧音為宮廷的弓 那告訴我們這個圖主啊 她是跟宮廷有關的女性 所以這當然跟後來元春風飛 而風飛之前 她是不是因為選秀女的關係 早就已經入宮 所以這個跟她的處境是最相關 那所謂香圓的這個圓呢 就是諧音 元春的圓 好 那這個訊息 你都得要對那個圖像本身有一個認識 然後知道她用文字來表述的時候 她的名稱是什麼 你才能夠進行聯想 好 然後這個是這個元春的部分 然後下面呢 我們好像就不大容易在看到這些用法了 那麼請各位再翻過來88頁 這個88頁 還有一個小地方也用到了這個寫音 那是在李丸 倒數第二個圖稱 那麼李丸的叛詞呢 第一句就是桃林春風 劫子丸 這個丸呢 就是寫音為李丸的丸 好 那尤其你們看都看得出來 這句裡面是不是出現一個李字對不對 所以合起來就是李丸啊 加上呢 她的圖啊有一本帽籃 這當然是透過什麼關係法 好 來請看一下 這個就是透過關係法 因為那個蘭花的蘭是不是她的兒子 甲蘭的名字 所以這透過他們是母子關係 然後又透過這個彼此的聯想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這個圖稱 真的就是完全是秤瑤的一個 這個直系的一個子孫 所以完全都在這個系統裡面去運用 那當然啦 我覺得啦 好李春風 劫子丸呢 他事實上也可以說是一個過程影域法 或者是像跟剛剛講的狀態與運法 好像也可以相通 那麼你可以看到 欸 桃李春風劫子丸 他事實上同時也在暗示 李丸的人生變化 由性到不性的這個過程 怎麼說呢 他用了大自然的現象 那桃花和菱花是什麼時候盛開 當然是春天 可是你們知道嗎 你們大概都不知道這個狀況 實際上在先行時代 他們就透過桃李的生物特性 就有做過一個對這一種物種的讚美 讚美說呢 這是趙鹼子的話 他說呢 桃李這種是春花 我用簡單的話來講 春天你可以看到美麗的花 那夏天呢 他們滿樹的濃硬 那麼夏天你可以硬起一下 好 得到這個樹給你的避硬 那秋天呢 他們就結了果實 所以他覺得說這種植物有什麼不好 你真的要算他們的德性來講 比起那個梅花竹子 他也不遑多讓 有沒有 因為古人不是把什麼松竹梅 都把他歌詠為什麼非常具有德操 給予他很高的那個人格運函 然後這樣讚美 但是有人會認為那是你們個人的偏愛 那事實上任何職務 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優點 跟道德性在裡面 只要你願意去穿著附會 好 總而言之 那於是這個桃李就有過這樣一個描述 所以你們大概不知道你們吃的桃子 里子事實上主要 如果在北方跨大生秋田 好 但是台灣現在已經四季如春 各種季節大概都已經打亂了啦 所以我們不見得這麼明確 有這個季節的劃分 但是我請大家注意一下 以那個這個叛子來講 他就是藉桃李的生活特性 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桃李春天開了花 非常春光洋溢 是不是也對應一個女子最美好的青春 以及他最為豐華最盛 乃至於婚姻美滿的階段 好 那各位 我們在詩巾是不是有看到 這樣的一個雙重紫色 桃枝夭夭 濁濁其華 然後呢 枝子余歸 宜齊以世家 所以這樣的青春美麗 那麼跟他們的那種 出嫁的那種婚姻幸福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但是呢 這一種幸福呢 在李丸身上並不長久 所以你看 等他一截死 那麼這個植物的生命 以這一年度作為衡量的話 他的生命就走到盡頭 所以你看春花 夏季 秋食 那冬天是什麼 那個兆檢子是為了要彰顯 桃李的道德特性 他當然不會講到冬天啦 不然就會自打嘴巴了 因為他們之所以比不上松竹梅 就是因為他們的冬天怎麼樣 跟其他的落葉樹木一樣 是不是都進入到一種表面上的死亡狀態 好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主要是在彰顯他其他的優點 我呢 要跟你們松竹梅來比 我當然不比你們在冬天的時候的那個強項 這樣了解意思嗎 雖然冬天當然不講 可是呢 可是呢 這顯然 我們都一致公認 不管你要用什麼角度去理解他 桃李跟所有的落葉巧木一樣 他們基本上秋天 冬天 其實都是進入到一種死亡狀態 好 那麼以生命的那個生命變化 規律而言 那麼到了冬天 那麼桃李其實就是生命告終的階段 好 那你前面的那個風華美麗 當然其實也就是消失的無影無蹤 好啦 所以我們的曹雪形就在這邊 利用這樣的一個生物特性 來告訴我們雙關 好 請你們注意一下 他其實也可以說是雙關 雙關什麼呢 李婉她會在出嫁之後的一個短暫的婚姻幸福 而又生了兒子 要注意要生兒子 對一個女性來講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保障 所以她的人生最完美的階段 就在生了兒子之後就終結了 那你想想看一個女子 為什麼她會在生了兒子之後 她的婚姻幸福就會終結呢 那大概就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她的丈夫早死 好 那你知道做了寡婦 對古代的女性來講 那真的是人生大不幸了啦 因為你完全喪失依靠 那你一生會無所脫 而變成了福根 那個無根的那個扶貧一樣 那你靠的其實就是這個家族 你的公公婆婆願不願意挺去你 願不願意特別照顧你 那於是你的幸福呢 就完全是超自他人之手 所以這裡的桃李春光截子丸 其實就是在雙彎 李丸他的人生命的過程 那麼由性到不性的這個變化 好 所以甲豬早死罪 我們也都知道了 可以得到書中其他的旁證 那麼至於這樣子的一個 以狀態啦 還有這個過程隱樂啊 然後來加以他們的 雙彎他們的不性的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可以勉強可以算 請各位翻到87頁的這個 元春的判詞 這個元春的判詞呢 最後一句是講到說 虎似相逢大夢歸 那注意一下有些版本 你們是用這個什麼虎兔有沒有 那這個應該是錯的啦 雖然用虎兔呢 也不妨有他的 情搖的製作手法的對應 就是說假如是虎兔相逢大夢歸 那可能意思就是會用 所謂的生效法 就是用生效法告訴你說 元春是死於虎年跟兔年相交 你們都會被蛇肉生效嗎 那虎年下一年就是兔年嘛 所以恐怕他是死在冬天 那這是虎兔的這個版本 我們可以所做的解釋 然而我想虎兔還是不對 應該是虎似 那我看過的相關研究論文呢 他們比較是從學術性的角度去考察 從先行時代開始 虎似已經變成一個廉詞 那這個是非常頻繁常用的 在那個諸子散文 戰國諸子散文 還有一些相關的類似的 這個古典的現作 那虎似是很常見的一個詞語 那麼這些詞語當然呢 通常都是用在兩牆相鬥 你們知道虎根寺都是猛獸 那當他們相逢的時候 他當然就是你死我活 都是非常激烈的鬥爭 那麼跟生死交關 所以我想如果用虎寺相逢的話 可能會更好 他應該也是一種狀態的一個雙關 告訴我們說元春恐怕是死於公平鬥爭 那公平鬥爭都是非常慘烈的 你知道嗎 不但敗者為寇恐怕都是抄家滅族 所以你看賈家的下場 那這個絕對是其中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那元春的死究竟怎麼樣 跟賈府的抄家相關 這當然已經沒有後四十回 我們也無法檢證 不過跟上週所說的一樣 我是沒有想像力的人 因為我也不喜歡穿著附會 我覺得在編那些內容的時候 我幾乎我都覺得 我自己在無說八道 所以我從不做這樣的工作 但是有些人他們很有想像力 可是又謹守事物的邏輯 然後又很熟悉《紅龍夢》的文本 那這麼一來他所做的虛構 我就覺得有參考價值 雖然未必是曹雪芹的原意 那究竟這兩者之間如何相關 請看華視版《紅龍夢》也進去 好 那這個我們不能再講了 再講下去 我們這個單元永遠上不完 好 那所以我們對於 赤瑪的製作手法 目前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一些 當然呢 諧音在紅龍夢裡面的運用 真的非常的多 我們現在請注意喔 要稍微誤入歧途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是在講 那個趁的預告了 而是在講曹雪芹的頑皮啦 你知道嗎 他怎麼頑皮呢 他在他的那個書裡面 不斷的運用到各式各樣的諧音 然後你會覺得非常的好玩喔 欸 我們來舉例一下好不好 不行 這都被你們看光了 來 可是這因為被放在表格裡 所以怎麼辦 一放大就沒了 好 可以這樣 OK 來 第一回那一顆廢棄的 戀造沒有成功的瑕疵品有沒有 那顆完食是不是 又在哪裡 第一回啊 第一回的第2頁對吧 欸 這個你們都要滾瓜爛熟喔 同學 我的預設是 你們現在要把紅龍夢前80回都看完喔 雖然可能可以跳著看 可是你要看完 那細節的部分呢 只要我們上過的部分要很熟 那還有基本常識你們要知道 什麼叫中頂之族 什麼叫中頂之族 中頂這兩個字來自哪個完整的成語 如果你們這個都回答不出來 我真的覺得那我沒有辦法了 如果你們連國中常識都沒有的話 我實在是照顧不來 我不能連這個東西都講喔 你們自己去Google去查就好 什麼叫中頂之族 他來自於中明頂時的一個這個縮語 一個比較縮短的一個語 他就是中明頂時 會用到中 敲鐘來號召大家來吃飯了 然後會用一個大頂來烘煮 那麼你就知道人口是不是很重多 那這個指的就是豪門貴族啦 好 所以虹夢夢中只要是涉及到中頂 指的一定是豪門貴族 所以林如海家 林黛玉的家宿背景 這也是中頂之族 我們都念過的 千萬自己這個東西自己都要掌握 不能自己想當然爾 好 所以這些細節你們自己真的要注意 那至於虹夢夢自己很獨創的東西 我們就要仔細看一下 請看第二頁 那就在第二段第二行 單單剩了一塊未用的這顆石頭 便契在此山的青梗風向 有沒有 那這個青梗就是諧音 情根 那請大家聽我做一個普創說明 由於中多文字單音單字單型 同音字是不是很多對不對 那諧音字更多 那你如果真的要穿著附會起來的話 全書都可以做各式各樣的聯想 你知道嗎 那所以這個我們不能泛濫 我們要有所節制 到底什麼詞會是用到諧音 我們一定要有根據 不能自己去想 那根據來自哪裡呢 就是支批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直接的一個證據了 那如果沒有那就要非常小心謹慎 不能自己去揣摩 否則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以情為根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脫離了或者是他被排斥在 今世紀名的家國事業之外 無可奈何的自我安頓的出路 好 那麼就是回到個人 那麼包括性靈 包括自我的情感的一個追求 老實說這都是情失情種的 某一種獨特的模式 我們也有機會再說 另外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涉及到紅樓夢很複雜的 那個思想辯證喔 我們總以為紅樓夢裡面 有一個單一價值觀 就是以真為貴 以假為非 對不對 好像說呢 曹雪芹就是透過賈寶玉 要來彰顯情的真實 情的珍貴 然後貶低人為的虛假 這個說法真的很幼稚 真的很幼稚 因為連真是什麼東西 他本身都是無法真正被定義的 一個很魔能的 而且甚至是內容有很多變化的語詞 真本身是一個沒有辦法確定的東西 所以什麼叫做真 什麼叫做假 這中間又有模糊的那一種空間 老實說曹雪芹的思想深度 不可能會有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好 所以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我找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證據 那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裡面 我沒有看到有學者注意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這應該來跟各位 好好做一個說明 來請各位看第一回的第五頁 這邊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藉這個機會來做一個補充 來 請看在星號的後面呢 這基本上就是故事呢 好像一個第一次的真正的開端 從神話然後要進入到現實世界 那當然賈府的故事 林大利等等的故事是在第六回才開始 那這邊他就從神話世界來到了現實世界 回到歷史的世界 那就是跟賈家有關的這些前因後果 那各位你們來看一下 這邊非常有趣的是說呢 請注意故事的發生地點是在古蘇 你們看一下第二行 星號後面的第二行 當日地縣東南這東南異語有處約故蘇 故蘇是不是就是蘇州 有沒有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喔 真的喔 紅樓夢有非常強烈的 蘇州情節跟精靈情節 好 這兩個城市在紅樓夢裡面 幾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空間 那都有特殊意涵 那也都有他從過去 尤其是明清的那個文化思想背景 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內涵 那也就是說曹雨晴一方面 繼承了明清時代的文學文化 給予這兩個地點 當然以基林來講更要追溯到六朝 所以這都是一個文化積淀非常深厚 而有非常豐富的 指涉的一個特殊地理的地點 那曹雨晴是繼承了這一個內涵 然後那麼交織融入到 他的這個敘事的需要裡面 那以蘇州來講這個是明清 底下被凸顯出來的地點 上有天杭 下有蘇杭 那這個是比較後期的一個諺語 那尤其各位你們大概可以發現到 有關才子佳人小說 男女戀愛故事的 常常男女主角一定都是江南人士 那麼他們的籍貫最集中的地點之一 就是蘇州 好 那所以你大概很難想像 才子佳人的故事呢 那個女主角竟然疾慣是山東 對不對 那會非常的奇怪 所以這是有道理的 我們想像這樣的才子跟佳人 是不是都非常斯文柔弱 優美 然後詩財洋溢 那我們大概很難想像說 那個女主角一出來 哇 庞然大悟一個 然後非常的粗壞 然後吃饅頭等等 那這個就很不像 才子佳人故事的情調啦 好 這是我們開玩笑 可是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的 做這樣的一個玩笑呢 是不是就是因為山東啊 這些東西 地點 給我們的文化想像 是不是就比較偏向那一邊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文化的規定 是我們在呢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文化傳訪當中 對這些地理所形成的一種文化想像 好啦 那所以你們就知道囉 珍世穎是不是蘇州人 下面是珍世穎 再介紹珍世穎的來歷 那你們要不要順便想一想 紅樓夢中疾患是蘇州的 還有誰 林黛玉 還有呢 他的一個double 的double 就是他的重項 就是妙玉 妙玉也是蘇州人 還不止 這個我們到時候呢 也許下節期我們可以上到 那麼這個單位 我們就可以稍微做一個統籌 不止這些人是蘇州人 那這些蘇州人有什麼共同的特色 那作者透過蘇州的這個疾患 賦予他什麼樣子的人和特質 這個都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先提醒你們一下 我們可以自己先去想一想 好啦 那精靈 大概又是另外一套系統 那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啦 好啦 總而言之 那麼這個蘇州呢 注意喔 他是有成約昌門者 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你看富貴風流 所以紅塵宮中所涉及的世界 已頂自富貴風流的世界 絕對不是平民 更不是貧窮之人的那個世界 好 那下面呢 他就提到了更精細喔 這個昌門外牙 注意 有個十里街 街內有個人親像 好像又有個古廟 那這個古廟因為地方狹窄啦 原本就把它叫做葫蘆廟 好的 請各位注意 增加住在葫蘆廟旁 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含義的一個安排 他不是一個偶然的設計 那首先我就是要先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這個葫蘆廟先不談 他坐落在哪裡 這倒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我把他寫高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廟 那首先我們已經先看到廟 住在廟旁的人是真士尼對不對 好 那當然有右邊就有左邊 等一下我們繼續說 首先我要先提醒你們 他為什麼住在十里街 然後轉進去的那個叫做像 就是仁親像 好 這個大家都歷來看過去就算了啦 但是我覺得裡面大有含義 請各位注意 這裡的十里是諧音勢力 好 這諧音勢力 這個都有支批的 所以我後面上面都有加註 就是要告訴你們這是有來歷的 好 那什麼叫人輕呢 就是諧音人輕 那因為這都是支批 所以毫無疑問 他應該就是符合曹解齊的原意的 那現在就讓我們深深感到一種 完全不同於我們真假對立二元法的 那一種思考方式了 作者很明顯告訴我們說 不要忘記喔 當真士尼要回家的時候 他可以通過哪些路徑 他不可能用飛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要先通過哪裡 回家 我現在說的是回家的路 蛤 所以要先通過勢力 然後再轉到什麼 人情 而人情裡面是不是就他家所在 合理 對不對 外面是勢力的世界 可是呢 回到我們家這個周圍 我們覺得好安心 好溫暖 因為這裡我們可以放鬆 我們完全可以暴露 我們最脆弱的那一面 而不必擔心人家會趁機這個陷害 那所以這是非常的寫實 可是呢 只有這樣的意思嗎 恐怕不是 我覺得他有另外一層的含義 在告訴我們說 你要到達人情的體認 你必須要通過對勢力的認識跟鍛鍊 甚至你必須說 當一個人不懂得勢力 沒有對勢力的一個高度的覺察 跟動視他的複雜 你事實上也不能夠認識到 什麼叫做真正的人情 那用我的話來講呢 我覺得這裡的設計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到達人情 勢必要通過勢力的考驗 好 那麼沒有 不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的人 他事實上也不瞭解 真或者是情有多麼的可貴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辯證複雜的道理 所以世子絕不可能了解最珍貴的真理 因為他其實是一無所知 一無所知在某些學者的眼光當中 他當然可以是一種價值 可是他絕對不是一種人文的價值 所以懂得珍惜的人 其實是因為他失去過 沒有失去過的人 他不知道能擁有的可貴 同樣的道理 你會知道說你的父母 對你有多麼好的時候 往往是你在外面被人家陷害 遍體臨傷的回家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否則你就會濫用 好 你父母給你的愛 沒錯吧 我們通常對父母講話是最不客氣的嘛 然後這無形當中也是在告訴我們說 真的 你沒有體會到你的真位在哪裡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視力 什麼叫失去 那所以視力跟人情基本上是一個 用我這邊會採用那個 普安迪先生的一個見解 人家在3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這個概念 早就已經破除我們尤其是華人的讀者 最常陷入到的一種所謂 臉譜式的解讀法 什麼叫臉譜式的解讀法呢 因為對新華人來說 他發現中國的戲曲好奇怪 就是在台上演戲的那些角色 怎麼每個人都清清楚楚在他的臉上 都寫出我是好人還是我是壞人 有沒有 那個臉譜的話法 不就直接就是告訴下面的觀眾說 我是扮演好人還是壞人 我是奸臣還是一個什麼善良的人 有沒有 可是對西方人不能理解 天下哪有這樣的東西 有誰是只有優點沒有缺點 有誰他一輩子都在扮演壞人 都在扮演奸臣 不可能嘛 有些在外面寫黑漢的 然後不一樣是個好爸爸好太太對不對 好 或者是好妻子好丈夫 可是他在外面可能就會說人家的壞話 或什麼什麼之類 人是很複雜的 所以對西方人來說一奇怪 你們這些戲曲小說中的角色 怎麼會把人性花約到這麼簡單的地步 所以他們就給了一個名字 他說中國小說人物的塑造 尤其是戲曲人物的那個台上面的設計 就叫做臉撲式的 好 那我覺得臉撲式的二分法 這個當然早就是我們應該要破除的 曹月星絕對不可能在這麼低的一個層次 所以我覺得火安女先生講得很好 他很早30多年就提出說 他覺得紅肉夢是一個呢 在追求二元補秤或二元秤補的 一個思想甚至是多元周旋 那這個我們在第一堂課有講義中有講到 總而言之意思是告訴我們 黑白是非容赴善惡等等這些東西 他們是互相補充是對方的一部分 而且彼此是在轉化當中 而且沒有對方那麼你這一方也無法存在 所以勢力人情的道理也是如此 我覺得這個曾世穎的住所的安排 也在在細節的地方 偉妙地呼應全書的那個複雜的思考 真的不要把人間看得太簡單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件呢 林黛玉就是真 秦文就是高傲 習人就是奴性 然後寶釵就是虛偽 天下怎麼有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覺得不可思議耶 如果一個作家是這麼簡單 在構思他的小說 我想他大概也不知道 我們讀這麼多遍了啦 好 所以這邊我們先暫時停在這裡 我先耽誤你們一點點時間 等一下再還給你們 那第五頁我們繼續把它上完 請你們注意他是住在菩蘿廟旁的人 那這當然有含義啊 那這個人的人格特質是什麼呢 請看下面的描述 這個真是你 請看一下喔 欸 各位喔 姓真 名什麼 廢 合起來 你們想的完全沒有錯 就是真廢 真沒用 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這個也是那個支帝也有提到 來 這邊 明明 是啊 所以啊 我真的就是要跟同學們 真的你們讀紅龍夢喔 不要再抱著一個像孩子一樣的 很幼稚的在裡面找一個好簡單的東西 世界一點都不簡單 曹雪芹當然不簡單 這個真廢就是真廢 真沒用 所以你說嘛 就這個諧音來說 你怎麼可以說紅龍夢 然後是在彰顯所謂的真的價值 什麼真是一個人性值得肯定的一個標準 那賈宇森就是一個很差勁的人 這個說法沒有大錯 但是你說如果只是這樣 那你就化約了這部作品的豐富性 所以是真廢 有沒有注意到這種人是不是對這個世界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積極的 直接的改革的那一種力量沒錯吧 他們是在心性上面去建構一個 文化的一個穩定 但是他對現實世界說實在是真的沒有什麼用 你應該表現沒什麼用嘛 不是嗎 他是做得很美啊 然後呢 很吸引人 可是他整天就是關在幽歸此連 對不對 那事實上他就沒有辦法像假探罪一樣 跨出閨門 好好的對這個世界做一個安定跟改造 所以俗是俗非不要用一個標準 尤其不要用偏輕的標準來看待 大家各有所長 各有他們的人生命的價值 我們就好好的去看 他們的價值在哪裡就好 好啦 那當然這個等一下再跟你們談 好啦 所以於是再往下看 他的題性叫豐氏 這個先不用講 好 請看下一行 這個真是你注意一下 本性填淡 不以公民為滅 每日之以官花修竹 濁酒淫濕 為了道是神仙 一流人品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來說 他確實是比較偏向所謂的神性人物 就是比較脫俗啦 超脫氏族 好 可是呢 有一個人很有趣 就住在葡儒廟內 好 那個人就是賈與村在第八頁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那各位呢 翻到第八頁 我們剛剛提到 請看那個中間這一段 這飾飲呢 正在吃響 請注意 呼見隔壁葫蘆廟內 好 葫蘆廟內 那麼寄居的一個窮儒 性假名化 字表實非 別號與村者走了出來 好 那請看一下 他就是住在葫蘆廟內了 好 所以一在旁一在內 注意一下剛好對應他們的某些性格 假設說住在葫蘆廟旁的 真飾飲是比較脫俗 比較有神性取向 而果然他是不是也是 《紅樓夢》裡面第一個就出家的 好 你們還記得嗎 出家在支批的專有術語裡面 叫做用的是懸崖殺手 懸崖殺手就是出家的意思 好 那所以他從第一回 評點到真飾飲的時候 就用到懸崖殺手這四個字 後來他也說 這個就是將來賈寶玉 也會走上了一條路 好啦 那至於住在葫蘆廟內的賈語村 那你們都知道 這個人是不是很懂得圍觀之道對不對 很懂得逢淫巴結 甚至不惜陷害無辜之輩 只不過是為了要讓自己飛黃騰達 那麼手段殘酷等等忘恩賦義 凡你所有的那些對於小人如 可以用上的那些負面的語詞 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所以你們要注意 這種讀書人他還是可以分很多等級 有的讀書人真的是 從書裡面得到一種道德的升華 一種很高遠的視野 一種的對自我的一種崇高的期許 那自己就是做 那種人就叫做君子儒 那君子儒當然像孔子啦 孟子這些都是 可是有一種人他是一個假的讀書人 就是說他雖然讀很多書 可是由於他心性不正 他把他讀到的東西轉換成為 一個謀求個人私利的技術 那這種人當然就叫小人如 那讀書基本上只是為了得到現實的好處 所以有時候也會歪曲書中的道理 這種人我們當然也看過 那賈語春他確實就是一個小人如 這沒有問題 好啦 所以他是一個所謂的俗性之輩 那剛好就跟這個真士儀就做了一個對比 然而這個對比又是從他在廟的住所的空間上 來這個對應 那麼這就讓我感覺到 這個葫蘆廟他可不是普通的一座廟 這個廟地方狹窄 然而根據他周圍的這些相關設計 我覺得這個廟說不定其實他就是一個 所謂俗世的縮影 他代表的就是一般我們紛紛擾擾 非常庸俗膚淺的人間室 那麼於是住在葫蘆廟內的那個賈語春 他就是身陷其中 他雙腳染滿的世俗的泥泞 也不想自拔 後來果然也差一點就被滅頂 那至於住在廟旁的那個真士儀 感覺上他是不是其實就是比較像是一個 世俗的旁觀者有沒有 而旁觀者輕 所以他很快就洞察這個世界的虛幻 不實以及一些爭逐的無畏 所以他後來就第一個就出家 所以我想這個設計也同樣是饒有含義的 那麼值得我們大家再做一個思考 當然啦這樣子的一個對比 絕對不是絕對 這個請大家要注意 因為假設我們稍微考慮一下後四十回 我覺得那個安排恐怕不太出曹雪芹的預計之外 就是最後一回的最後一頁 有一個人在迷津中沉睡 後來就恍然大悟的醒過來 那麼感覺上也是一個覺醒者的姿態了 那個人就是賈語春 所以即便以這樣子幾乎是無可救藥的一個人 可是他終究還是有一絲良心未泯 終究還是有一個覺醒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紅樓夢真的是一個所謂二元補秤 你不要老是用一種黑白二分的方式 來看待這個小說人物 否則我們一定會嚴重的消逐勢力 好 這個是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所以這個葫蘆廟坐落在十里街 跟這個人傾向當然也是饒富深意 他讓我們知道視力跟人情其實是辯證的 而不是二分的 他們彼此是像街跟向一樣的糾纏的 是不可分離的 那這就是我們人世間的真相 真的考你們 你們真的覺得父母對子女的愛就是完全無私嗎 未必 可是這並不影響他有那麼深的愛 那你們真的認為凱特王妃純粹是因為愛情 然後嫁給威廉嗎 恐怕未必 但是就算他有一個野心 這也不代表他對威廉的愛就是假的 或者是他對威廉的愛就不夠強 你們懂這個差別嗎 我們很奇怪的在執迷一些不可能的 也沒有意義的 甚至是很幼稚的一些完美 總覺得要純粹到完全沒有一個灰塵 他才叫真正的可貴 可是怎麼會這樣呢 可貴的東西可以有各式各樣的型態 真正的偉大也可以有各式各樣的型態 所以當陶淵明受不了官場 他就掛官求去歸言填居 這固然也是一種偉大 可是不辭官回鄉的人依然在官場當中 努力以一種和光同城的方式生存下去的人 他就因此不夠偉大嗎 當然不是 我覺得重點不是他在什麼形態 而是在他自己的形態裡面 他展現了怎麼樣的深度跟厚度 你要看的是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好我不幹了 好 不會無懂你折腰我走了 就表示你很帥氣 哪有這回事 有的人只不過是不負責任對不對 陶淵明不是也曾經被批評過不負責任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世間的道理沒有一個標準 那不要只拿一個標準 尤其那個標準就是來自自己的好物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啦 那當然啦 因為在葫蘆廟裡面呢 曾經發生過葫蘆森亂判葫蘆案的故事 有沒有 第四回吧 那我們的這個賈語春為了他的仕途 是不是就接受了那個門子的建議 就把人命關天的那一個冤案 那個逢冤是不是就給亂斷了 就給草草打發掉了 有沒有 那所以呢 那個葫蘆在這邊就有糊塗的諧音啦 就是人世間有很多真理是不章的 那是非也是被蒙混的 那這個當然也是我們很常見的現象 不過我還是必須說一句話 就那個逢冤的事件 我們先來把一些相關的做一個整理 我再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 老實說 逢冤的案子 事實上真正在追究人是誰 逢冤被打死嘛 對不對 那真正在追究這個案子的是誰 是不是其實是他的遠房的親友 那那些親友們之所以追究這個案子 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要彰顯公道 為死者申冤是這樣嗎 不是喔 你們仔細看那一段非常清楚 那些親友也不過想要藉此 多敲詐一些燒埋之費 就是喪葬費 瞭解嗎 所以要的其實還是錢 所以你說到底誰不公道 賈與春當然不公道 可是在伸張這個人命官司的人 他難道就是出於公道嗎 當然也不是 所以世間的道理真的很複雜 這個是先提醒你們一下 好 那下面我們就跟各位做個提醒 那珍世影當然諧音為珍世影序 這不用說了 因為作者一再告訴我們 他是一個虛構的小說 無論他用了多少現實他所經歷過的經驗 或者是現實有的人事物 但是基本上他就已經是必須經過 藝術的法則重新安排 重新潤世點染 才會形成的一部完整的有機作品 所以請不要對號入座 那當然啦 那這個假話我們也看賈與春的原名 那當然是諧音為假話 這也是在呼籲所謂的真世影 他告訴你 我其實說的都是虛構的語言 那是服從於藝術法則 而不是服從於現實法則 我不是在寫傳記 我不是在寫歷史紀錄 我在寫的是一個小說 所以裡面其實都是假話好不好 好 那另外請你們看一下 他賈與春是哪裡的人士 他不是姑蘇人喔 剛剛我們有念到啊 那個瓊茹是不是是胡州人士 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胡州其實也是諧音胡州 那這對應他的名字叫假話 其實都是作者的一再的暗示 你們不要把我的文章 去做對號入座 不要又在那邊鎖影啊 又在那邊對號入座啊 這個都是我們讀者都不要 都不去體會人家苦心的地方 好 那來他的表字叫做實非 那這個實非你看 寫因為實在是不對呀 那這個小人物當然有很多的缺點 可是當你在抨擊這個假語春的同時 不要忘記我們作者同時認為 真世影也是真沒用 好 所以我一再的提醒大家 讀紅龍夢不要把自己的好物評價放進去 那個是放到最後最後一步再說 那最先做的事情是 我們好好的客觀的認識 深刻的認識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看得有多深 看得有多豐富 這才是我們最先要做的工作 好 然後當然相關人事 但是我們其實還有幾個諧音啦 好吧 來我們先請大家呢 翻到那個跟世影有關的女兒有關的 那個胡羅森亂判胡蘿案的那一段 這裡面會涉及到好幾個諧音 非常好玩 糟糕了我們今天好像又會停在這裡 來請看68頁 這是第四回 我們這個版本在第68頁 好啦 那一段人命官司的來龍去脈是這樣子的 來 請看第二行 這個被打死之死鬼呢 被打之死鬼是本地的一個小鄉生之子 名幻逢淵 那麼自幼父母早亡又如兄弟 只他一個人守著些博產過日子 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南風 南風是什麼 就是男童性戀啦 所以你看罪厭女子他有厭女症 好 結果呢 他說這也是前世 前生的淵孽 請各位注意這幾句話都很重要 我因為做過這一類的研究 所以我發現裡面有很多的話 整體整合來看之後 你會發現曹雪芹的婚戀觀 就是婚姻戀愛的觀點 恐怕跟我們一般主流所以為的 普遍的一個看法是剛好相反 怎麼說呢 請注意喔 下面我們把他看完 先舉這個例子喔 他說可巧遇見這個拐子賣丫頭 他一眼呢便看上了這丫頭 立意買來做妾 為什麼是買來做妾呢 而不是把他娶為妻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蛤 對啊 因為很簡單 這個丫頭你們都知道是不是英聯 對不對 也就是後來的香菱 他雖然是出生良好清白 但是他已經被拐子 從四五歲就拐走了對不對 一直養到現在大概是十幾歲了 所以這中間已經是妾身未分明 他根本是黑戶 他沒有戶口 他沒有任何的法律人權上的地位 所以基本上他其實就已經是像 跟丫頭或幽靈等等的等級沒有差別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賤民 已經屬於賤民階層 真的 這個不是他本身的錯 可是從整個社會的階級而言 他確實算是淪落 所以就此而言這樣的女性跟良妮 你不要忘記 這個馮淵他是香生之子 這個香生在地方上都已經算上流社會了 所以請你們注意 這邊其實非常實在的反映了 不只是清代 是整個中國很長久的歷史以來 所實施的一種所謂的身分內婚制 這個叫身分內婚制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在同一個身分 同一個階級的情況底下去聯姻 那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底下 有三種禁忌 一個是叫做世術不婚 就是如果你是讀書人 那古代對讀書人當然是非常的禮譽 他們將來都是國家的棟梁 是要到朝廷到地方去當官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特殊的身分 那跟一般平民百姓之間是有一個距離 所以世術不婚 另外官民不婚 做官的跟一般平民百姓 這中間也是有一個差距 好 所以官民不婚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叫做良見不婚 那麼經過學者的研究呢 前面這兩種所謂的世術跟官民 因為世上他們的界線也滿模糊的 你們是不是知道 尤其從唐代開始用那個進世科舉考試來捲才 那世跟術之間關係是不是就不清楚了 很多的世人們 他們其實就是來自於平民階層 所以這個本來就界線不明 官民也是嘛 對不對 當你已經受了教育 然後考上進世考試等等之類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當官 所以這中間呢界線也不明 所以這兩個請你們注意 這兩個禁忌之間呢 他的那個遵守情況不是那麼的普遍 也就是說他的實施上不是那麼的嚴厲 然而第三個良見不婚 倒是歷歹都被很嚴格的遵守 假設說有違反的話呢 通常會受到很嚴厲的懲罰 那梁跟賤你們都知道嗎 賤級就包含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些人 好啦 那以現在的真英聯下的身分而言 他根本上是無名無姓沒有戶口的一個 一個黑戶人口 所以跟這樣的相生之子 那真的是有一個完全不能逾越的鴻溝 所以你要跟他締結婚姻關係 只能是用這種所謂的非禮教 不被法律承認的這種妾 取妾的方式來進行的 好啦 這個就請你們注意 好啦 但是他真心愛他 所以力士再不結交男子 整個人完全轉性 你就知道這個英聯的魅力有多麼強大 他不讓一個男人一見鍾情 而且讓這個男人呢徹底轉性 然後最後還奉上生命有沒有 所以這個相鄰真是了不起 然後你看一下也不再娶第二個了 這是不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顯然他是真正的愛情 因為真正的愛情一定是排他性的 所以他愛相鄰 他完全改變他的一切 為的就是要守住這個所謂的純情 好 那麼所以接下來他採用的方式 是三日才過門 各位同學你們知道三日才過門 其實是什麼樣的儀式啊 其實是明媒正取的一個比較正常的 那個婚儀喔 是一個婚禮的儀式喔 通常妾是怎麼樣子的買進來的知道嗎 貨銀兩億啊 對不對 兩妾還是兩億 總而言之就是我一手交錢 你一手交貨 那個貨就是妾 懂嗎 然後當天晚上就可以直接用轎子 就帶回家的啊 因為他就跟物品一樣嘛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故事 真的是讓我感慨萬千喔 那同時呢透過全書中其他數十個相關的例子 我們整合來考察 我發現到了一個是 也讓我自己在沒有研究前呢 想像不到的一個結果 那就是曹月行事實上 他是不贊成一見鍾情的 因為一見鍾情帶有非常大的風險性 帶有甚至呢很大的致命性 因為他建立在一個互相並不了解 那麼也事實上呢 沒有共同基礎的這個前提上 那這樣的婚姻要能夠持久 本身就是很大的風險 所以呢他透過另外一組人物 讓我們知道真的能夠長久的愛情 其實反而是日久生情 是知己式的伴侶 那一組人你們應該猜得出來是誰吧 就是賈寶玉跟林黛玉啊 他們不是從小一起長大嗎 同寢同食同這個同進同出 那麼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 而且是青梅竹馬一起 那個情感的累積跟互相的了解 才真的夠深厚 才能夠支撐漫長的婚姻 所以呢這個一見鍾情的例子 你看喔他是個失敗的 而且非常慘烈的 以付出生命作為代價 難道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安排 背後可能的隱含意識嗎 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說 我覺得這中間實在是讓人感慨萬千是說 一個人他的愛強大到這個地步 請注意所以passion 恐怕也不是我們曹雪芹所肯定的 一種情感方式 你知道這個情感夠強大 所以讓他徹底改性對不對 轉性對不對 然後讓他徹底到說 以排他的方式面對眼前他這個 所鍾愛的女神對不對 就因為情感太強烈 強烈到一個呢 恐怕已經失去了某些現實邏輯 然後失去了某一些呢 其實我們為了要在生活中 安頓的某一些理性原則 所以他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很發人省思的一個特殊安排 當然啦 我覺得最讓人覺得不甘的是說 如果他沒有那麼愛相鄰的話 沒有那麼愛相鄰的話 要不要等三天 不用嘛 當天就帶回家了嘛 那是不是就不會節外生枝對不對 因為夜長目多就因為這三天 所以他是不是把命都賠上了 這三天是不是就導致於 拐子是不是重賣給誰 薛盤嘛 是薛盤啦 所以薛盤也要人不要錢 所以兩個一爭他就被打死了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不是很微妙嗎 就因為愛太深 結果這個深呢使得他有這種執著 而這個執著呢 那麼就賠上了生命 我的意思是說同樣的一段情節 我們或許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 而哪一個角度理解的比較是客觀 那當然要參照全書所有的證據 一起來考量 那我剛剛那個角度呢 在全書中有其他很多的證據 告訴我們說 凡是一見鍾情的 幾乎都是失敗收場 就是說你是有人為的努力 你有一個自覺的追求 通常在這種狀況底下 所經營的男女關係全部是失敗的 所以你會發現有另外一個表面上 好像也是一見鍾情的例子 他最後是happy ending 那跟我剛剛現在講 剛剛講的話完全沒有衝突 那個人呢是那個甄士隱眼 甲雨春 甲雨春 他也同時娶了一個妾有沒有 好 那個妾呢出現在第幾回 好像是第是第二回是嗎 還是第你們有沒有 好 在第二回 但是呢第一回就已經出現 好 我們先看那個第一回好不好 就是呢這個甄士 不對 是在在那個第二回 其實應該是在第一回啦 不好意思 我對這幾回常常會搞不清楚 好 第一回 請看第九頁 好 請看第九頁 那麼這個人呢是這樣子的 這一組男女關係 因為跟諧音也有關 我們一起來看 就在第九頁第一段的第二行啦 其實第一行開始 那甲雨春呢 因為跟甄士隱在書房裡面聊天 剛好甄士隱來了另外的朋友 他出去接待 就留甲雨春一個人在書房裡 然後呢他就聽到窗外有女子咳嗽的聲音 就起身往窗外一看 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這個結花 生得怡容不俗 眉目清明 雖無十分之色呢 但也有動人之處 那雨春不覺看得呆了 那個甄家的丫鬟結了花正要走時呢 猛然抬頭見到窗內有人 可是穿得破破爛爛 那於是呢 他就想說 可是我們家好像從來都沒有這樣子的朋友 那這個人呢生得這樣雄壯 卻又這樣藍綠 那大概只有一個啦 就是我家主人常常說的什麼假雨春的啦 那應該就是這個人 怪到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 因為他整個儀表是也滿彈簧 滿雄壯的 那這樣想著呢 不免又回頭兩次 結果呢 雨春見他回了頭 第二次回頭喔 當然就不是偶然這個回頭而已 是有意再回頭 這下子看者無心 被看者有意 他就自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欲於他 就狂喜不盡 那麼認為這個女子一定是個巨眼英雄 我們封城中的知己 我這麼落魄他竟然還對我青睞有加 這個人我就記在心裡面 果然到了後來他發達了 請看二十六頁 好 第二回 那麼當他又做了憲太爺以後呢 他就回到這個所在 然後呢就要去討這個妾 把他討來做妾 那請你們看一下第二段 他反正要答謝這個真家娘子啦 又轉脫真家娘子要那個交性 所以這個丫頭呢叫做交性 好 那麼要做二房 那封術呢就洗得屁滾尿流 巴不得去奉承 各位這次曹雪芹呢非常俏皮 但是又非常傳神的前所未有的形容 從來沒有人用屁滾尿流 來形容說高性的程度 好嗎 那你們就可想而知 這裡面是不是有弦外之音 就是在說豐術這個人怎麼樣 很不堪啦 為什麼他會高興到這種程度 完全失禁的狀況 對啊 就是表示這個人怎麼樣 太過熱衷功名利路 這裡也沒什麼功名利路啦 可是就是熱衷一些巴結那些有權貴的人 只要人家好像可以給他一點點什麼好處 有一些什麼可能的機會 哇 就高興到完全失控的地步 了解嗎 失禁就是失控 好啦 所以這個封術請你們注意 他名字也有諧音的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那於是他巴不得去奉承 你看這個人 那哪管這個丫頭的死活 你嫁得好不好 關我什麼事 只要我能夠投其所好 我是不是就有一個官朋友了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就在女兒面前 一例就去促成啦 注意喔 趁夜只用一剩小叫 就把這個交信送進去了 對照一下我們的逢冤 是不是真的太冤枉對不對 他如果也趁夜一頂小叫 就把那個香菱給取進來 不也沒有這樣的事情了嗎 所以你看世間事情是多麼的難料 那我現在要說的是呢 這個交信請看下一段 卻說這個交信呢 他就是那一年回顧羽村者 偶然一故便弄出這段事來 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 請注意是自己意料不到 那麼誰知他命運兩季 不曾忘到賈羽村身邊 一年就生了一個兒子 那是不是就有地位很穩固 那麼結果又半年 羽村的嫡妻忽然染疾下世 羽村就把他扶政 好 扶策作為正式夫人了 好 我們都在懷疑他的嫡妻 可能是被嚇毒 不曉得是哪一方 沒有 這是開玩笑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一連串的巧合 然後一連串的幸運 最重要的是這一連一連串的巧合跟幸運 是當事人自覺底下的有所謂而為嗎 有所謂而為嗎 不是喔 至少就交信來講不是對不對 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只不是回頭看你第二眼 結果你把我美麗的誤會到這種程度 結果我的人生就飛上枝頭做鳳凰 所以這不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嗎 所以在座的女同學們走在椰林大道上 也許呢 就回頭看兩眼某個男同學 說不定將來你的人生完全改寫 就為了那兩眼 對嘛 人家誤會你嘛 可是這個誤會如果是好的話 也沒什麼不好對不對 那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注意喔 對甲雨村來講是一見鍾情 可是是不是基於誤會 所以一見鍾情風險很大 那對交信來講他完全是無意之間 那後來只不過就是因為無意之間 所以他沒有去爭取 沒有去鑽營 結果他反而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這樣了解嗎 那這中間一對照你會發現很多 我們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當然啦 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宇春把這個交信扶測做正式夫人 這違反了我們剛剛所說的哪個原則 兩件不婚 所以或者這裡呢 我們作者為了要來傳達某一種 一種吊詭或者是一種反諷 他乾脆就不顧這個現實原則 這有可能 或許有一個可能是說 對甲雨村來講我很愛這位交信 所以呢 我在我的家裡 我是把他當作正式來看待 可是要注意 這在當時的社會法令上是不允許的 這說不定政敵也可以拿來做文章 所以也許他就乾脆我不顧法律了 我就是寧願要承受這個風險 我就是要把交信扶贈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當然他將來就會受到懲罰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囉 來各位看一下 真的太淒慘了 這位交信呢 他的諧音就是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 原來所謂的一見鍾情 所達到的這個幸福快樂的結局 完全是基於僥倖 一種命運給你的特殊優惠 所以他真的是在推崇婚姻自主 愛情自主嗎 恐怕不一定是 所以他給了他一個諧音叫僥倖 另外呢 請你們注意喔 這位風俗啊 剛剛洗著屁滾尿流的那一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他後來是不是也是促進了 曾世穎出家的一個推手有沒有 曾世穎是不是賣的田產 所有就來投靠他 沒想到他把人家的錢半哄半賺有沒有 用光之後是不是呢 就有點像張愛玲筆下的那個 白劉書家的白哥哥 然後反正我把這個妹妹的錢用完了 我就急著要想把他掃地出門 於是他是不是就在那個曾世穎面前 講一些他的閒話 那曾世穎是不是更氣了對不對 就知道說我怎麼樣遇人不俗啦 我實在是投靠錯了人 可是問題是他已經又年老又貧窮 他沒有翻身的餘地喔 所以整個人已經就露出下世的光景 還記得嗎 這個在第一回 那所以後來是因為在這種心態底下 他出去閒逛是不是遇到了道士來度化他 於是他就飄然遠去 所以你們看你是岳父耶 你的女婿帶著你的親生女兒回來投靠你 可是你是這麼的視力跟現實 所以這個風俗呢 他的諧音就是風俗 那當然這個風俗的意思不是我們一般的意思 他意思比較是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那個意思 所以你看一個岳父對自己的親女兒的幸福 是這樣的糟蹋 好啦 然後對於別人呢 是這樣子的示弱草戒 完全都唯利是圖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作者對他的批判 好 可是我們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個鄭陰蓮呢 在我們剛剛提到過的那個馮淵的故事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當然名字的諧音就是鄭陰蓮 那麼請特別注意一下 芝批說他這個鄉陵的這個林字呢 也是來自於蓮跟和 因為蓮跟和那個蓮字諧音為蓮 那鄉陵其實就是相連的意思 好 這個也是有他的諧音 這是芝批說的 然後呢 那個倒霉的 因為一見鍾情 那個情感太強烈 強烈到飛蛾撲火 整個人都葬送掉化為灰燼的那個逢淵 那個逢淵就 諧音就叫做 來 請看這裡 就是逢淵 遭逢到天大的淵區 所以那個門子是不是用前世淵虐來做解釋 有沒有 莫名其妙 一個突如其來的激情 結果把這個人就燒毀了 所以激情真的是一個浪漫主義 所歌頌所追求的一種價值嗎 我覺得《紅樓夢》並不這麼認為 你們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當然啦 我們再回來這個可憐的英聯 他事實上就是被哪一個很初心 不負責任的人給弄丟的 從此他一輩子就走上悲慘的道路 那個人叫做霍啟 有沒有 就是真家的一個仆人 他那邊是講真家的家人 你們知道《紅樓夢》裡面 講到家人的話是什麼意思 家人就是家裡面的奴仆啦 不是我們今天那個family的意思 那麼這個人物是出現在第11頁 你們可以對照一下星號後面 真是閒處光陰異過 然後恕乎又是元宵佳節 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第一回出現了三次的月圓 那包括元宵節 包括中秋節都是月最遠的時候 尤其元宵節是有個特… 他是有特殊的節慶意涵 也通常被明清的事情小說 善加運用的一個節日 像金平梅 金平梅也常常用到元宵 那為什麼因為他有一些節慶的特性 能夠去傳達作者所要表達的人事的 言良無常 這個你們可以先有一點概念 那果然就在這個表面上煙火燦爛 最熱鬧最繁華的一個節日裡 我們英聯竟然就遭受到人生的 最悲慘的一個待遇 那你看世穎他命家人霍起 抱了英聯去看攝火花燈 然後呢看他非常的粗心 人那麼多 他竟然把一個小女孩就這樣放在路邊 自己跑去上廁所 回來當然找不到人嘛 那所以呢你們就可想而知 可憐的英聯真的完全命運 就這樣莫名其妙的 那麼可以說是紅樓夢裡面最悲慘的一個 那這個霍起呢 諧音就是災禍從死而起的意思 那我想這個你們大概都知道 好 那我們剩下來的呢 不多了啦 我們簡單再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那就是呢其他的包括那個 圓春 銀春 探春 錫春 合起來就叫做什麼 圓陰 探錫 這個你們都很熟悉 所以我講很快 來 我們只講幾個重要的就好 那像那個第五回啊 甲寶玉在太虛幻境裡面 受到僅患的招待 那麼僅患招待給他的是茶、酒、香 這三樣東西 茶跟酒還有呢就是可以焚香 那麼帶來精神愉悅的一種芳香療法的 那麼他們都有特殊的名字 一個叫做群芳水 這個是香料 好 那這個水字呢 諧音為碎 好 那請你們注意一下 另外呢還有茶跟酒 分別叫做千宏一哭 這個哭呢 諧音為哭泣的哭 那請大家注意 這個哭字喔 以前呢曾經有同學不只一個 跑來問我說 那這個千宏一哭的哭 可不可以諧音為這個哭字 好 我的回答是 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 可是問題是說諧音很多 到底它是寫哪個字的音 要用什麼意思 你當然不能沒有限度的 一路寫下去對不對 就好像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十里接人心象的這個十里 我們剛剛說過這個十里是諧音什麼 事理 那曾經有一位圖書館的館長 他就問我說 這個十里可不可以諧音為事理呢 好 那我的回答也一樣 就是諧音真的太多了啦 你要這樣子的一路的完全從一上面去推演 沒完沒了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全書的意思 你當然就要有證據 全書裡面的證據或者是支批的證據 那我們採用的是嚴格的一個標準 那就是你要有支批 否則的話那些諧音我們都覺得也不錯 但是可能就不是我們要採用的 好啦 所以這個千宏一哭的哭呢 同樣的道理 那就是哭泣的哭就好 而且你說枯萎的那個枯 事實上跟這個枯字意思不會差太多嘛 那沒有增加什麼新的理解 也沒有別的證據我們不採用 好 同樣的 那麼萬焰同悲的這個悲 寫因為悲哀的悲 可是各位你們就知道了 這三樣東西 不管是群芳還是千宏還是萬焰 好 那麼他所涉及到的這三個語詞 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都是所有女性的意思 好 那麼方 紅 燕 本來都是女性的代名詞啦 加個群千萬就是表示所有的女性 那下面呢所用的都是一個悲劇性的 一個負面的一個動詞 你就可想而知 基本上呢 景患他就是在暗示 這些精靈的金差們呢 他們所演繹的是一出 女性集體悲劇命運交響曲 那所有的女性都是葬送到悲劇當中 那這就呼應了 那些金差的佈測是放在博命斯的原因 所以他內在是非常一致的 好 那這個跟各位再簡單做一個說明 還有幾個很好玩的東西 我跟你們這個分享一下 那我們今天又還是在第一頁的趁語 好 沒辦法 那這因為很好玩 還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個相鄰就是那個相連 我們有講過 那琴中就是什麼琴種 那我們也講過 不過呢他的這個諧音 恐怕是負面的一個反諷 這也講過 另外呢請你們看一下這三個好不好 這三個很好玩 他們都是甲斧的親客 我不能讓你們看 不然你們一下就知道了 你們已經看到了是不是 好吧 好 那就是他們是甲斧的親客 你們知道什麼叫親客嗎 蛤 什麼叫親客 他們要有必備的條件 必備的條件就是 是不是應該也要博學多聞 不然我要你親客幹什麼 我白白給你供你吃供你住 你當然要博學多聞 所以我有什麼疑難雜症 我有什麼需要 你是不是要提供意見 要懂得引經據點 要可靠 不然我要養你們這些人幹什麼 了解嗎 但是因為他們基本上呢 就有點像parasite 也就是寄生蟲啦 那就是把自己的學雅 那當作是一種這樣的依附他人 然後謀求衣食 老實說也是讀書人的一種降格以求啦 那所以呢我們曹雪芹 對他們其實好像不大有好感 你們看他的名字一個叫沾光 好 這個你們一看就知道 我本來應該讓你們想比較好玩 算了 我們太先曝光 總而言之 那下面那個名字呢 當這個字如果當性的話要怎麼唸 對 所以善聘人就是諧音善騙人 當然啊 你吃人就什麼 嘴軟 拿人 手短 你當然要投那個給你衣食者的所好碼 所以有時候你真的都要講粉飾太平 你要講一些好聽話 那所以就被叫做善騙人 那另外一個是不顧修 很明顯只要一念就知道是什麼 不顧修 那所以我覺得曹雪芹對他們比較嚴苛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我後來全部讀完前80回 這些傾客們出現的場合 我都做過推銷 我其實發現這些傾客們 所講的話跟所做的事 未必都是不顧修 未必都是在騙人 有些是很公道的 那所以我覺得作者對他們實在是太嚴厲啦 也太偏頗 那另外有一個人 來 這個人是我自己說的 後來我竟然發現 清末的評點家也是這麼說 所以我想這叫什麼什麼所見略童 好 總之 那個是出現在第35回 請你們可以去翻一下 就是30 應該是第35回啦 我們來找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那時候注意到這個人呢 那麼把他的上下文再理解一下 我覺得這裡面應該是有諧音的意味 那就是539頁 好 來 539頁 第二段 那個時候呢有人來回話 說父二爺家的兩個媽媽來請安 那寶玉一定就知道是通判 一個叫做富士家的媽媽來了 那你們都知道 寶玉是不是很討厭媽媽這種魚眼睛嘛 沒想到他們不一樣喔 他竟然呢趕快就很客氣的叫人 趕快把他們請進來 不要怠慢人家 好 那所以你看第2 他們呢 這個富士是賈政的門生 那歷來呢都是拖賴著賈家的民視來得意 所以是不是也是沾光之輩 有沒有 也是那一種負紀委 然後呢是靠人家的好處的啦 講難聽一點是有點弄虎假虎威的味道 那賈政當然他是滿聯繫一般的那一種讀書人 所以對他們也很好 那所以呢 與別的門生不同 那他那邊呢當然也常常找人來 請人來走動 那寶玉為什麼會另兩個婆子過來呢 那當然就是因為他聽說 富士有個妹子名字叫富秋芳 也是個窮歸秀玉 常聽的人家說他是財貌俱全 雖然沒有親眼目睹 但是呢瑕疵搖礙之心十分沉靜 如果不讓這個媽媽進來呢 就恐怕連累到 也同時好像得對這個富秋芳不起啦 所以趕快把他找進來 假如不是聽說富秋芳是財貌俱全 那其他人也連帶就要被冷眼相看 所以你不覺得寶玉這個人 實在也有一些各種歧視的心態 我們就不多說了 總而言之那你就可想而知囉 那富士在打什麼主意 下面有講到啊 那富士原是個爆發的 因為妹妹有幾分姿色又聰明過人 他安心要仗著妹妹來跟豪門貴族結陰 有沒有注意到 把妹妹當做是一個商品 要作為他那麼晉升上流社會的一個墊腳石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兄妹親情是不是也雜染了很多的勢力考量 所以人情中有勢力 勢力中有人情 這真的是一個很複雜難辯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就在想這個富士 用諧音來理解好像也完全可以相通 他是不是就是屈言富士的富士 所以這個我寫在這裡 那後來我發現 哎呀那個清代解安居士也是這樣講 我就覺得有一點失落 被人家講去了 好 那麼另外呢 有一個人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就好 來 不是人 這個人是 諧音不是人 我覺得這個罵得很對 我覺得曹野芹一點都不苛刻 因為不是人是誰的什麼親戚 你們都回答不出來喔 那你們的期末考很完蛋喔 蛤 他是不是就是賈雲的舅舅 賈雲是誰啊 二十幾回有提到你們回去自己查 那那個舅舅是這樣子的 賈雲很小的時候就父親過世 所以呢 我們以前有說母舅就 就相當於父親一樣嘛 所以他們的家產啊什麼的 孤兒寡母就託給這個舅舅來照管 沒想到照管著 等到賈雲長到十幾歲長大了 才發現那個錢越照管就越不見了 那就顯然嘛 這個做舅舅的 雖然這是我的妹妹 我妹妹的孩子 我的外甥 一樣是不是藉由照管家產 然後就中保私囊 不是跟風速很像嗎 然後就把他的錢用光 然後結果這個叫討了便宜還賣官 他竟然還在罵這個賈雲 說你看看人家都多有出息 你呢到現在還在那個遊手好閒 一副不長進的樣子 那賈雲不就氣死了有沒有 明明是你把我的錢用光 現在還在怪我不長進 他說我沒有本錢 我怎麼樣去發展事業呢 那我現在是來跟你借錢 又不是跟你要 你還跟我講一大堆這種閒話 他就非常生氣就出去了對不對 一出去正在氣頭上沒有看清楚 就一頭撞上了誰 你們竟然回答不出來 撞上了罪金剛尼爾 一個專放高麗袋的人 結果呢那個尼爾是一個血性的漢子 那麼當場是不是就要拿起拳頭來揍他 你竟然撞到我 沒想到呢這個賈雲一眼就發現說 你是那個尼爾就 欸尼爾是我 尼爾是我 結果呢尼爾因為喝得醉醺醺的嘛 一邊他這樣一提醒果然 哎呀是你 他對他倒是非常親眼相加 於是兩個人就聊起來 那尼爾就說我看你好像臉色不善 好不大高興什麼事情 那賈雲本來不肯講 但是尼爾就很想幫他 那他就講了 他講了就很生氣說要不是你另救 我就一拳把他打死 類似這樣好 他說沒關係 你到底需要多少錢我借你 好那你不覺得天上掉下來一個禮物嗎 而且你不要忘記喔他是放高利貸的對不對 放高利貸的人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刻板印象 怎樣的印象 他們是一個是怎麼樣的人 那個是在第24回 罪金剛輕財尚藝俠 好 你們回去仔細看那一段 我現在就不講了 我們不再一句一句的唸 但是怎麼樣放高利貸的人 我們通常都會說他們怎麼樣 說他們是吸血鬼對不對 然後會說他們專門落井下石對不對 趁人之為趁火打劫 我們是不是都這樣把標籤貼在他們身上 所以可憐的薛寶釵 因為他們家也有開當鋪 他就被人家這樣罵 完全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這個罪金剛尼爾就提出一個反證 那當然賈雲也是在這樣的刻板印象底下 所以當那個尼爾說要借錢給他的時候 他反而有點害怕 對不對 怕什麼 你萬一跟我要高利貸我還不起啊 那所以他有點猶豫 那尼爾這個人也有趣 他也知道賈雲在考慮什麼 他說你放心 我一個立錢都不要你的 這下子你是不是覺得可以借了對不對 那尼爾反正就是說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給你 你就到哪裡去兌換銀子 那你我剛好有多少錢你去兌換 那但是賈雲又在擔心了 你們知道他在擔心什麼 這個是吃過苦的孩子 所以他們知道人情世道無限險惡 他們會先想到可能的災難 他在擔心什麼 第一個擔心你們都想到了嘛對不對 好 怕他們給你拿高利貸 可是第二個他到底在擔心什麼 像我們這種沒有被陷害過 不知道人心醒惡 人不知道這中間可能有這樣的陷阱 他說我的你要借的那個20多兩在哪裡 你到那邊去領 擔心什麼知道嗎 擔心說你現在跟我說的這個數字 跟實際的數字是有落差的 表面上你是說我隨便舉例 那個數字我不記得 表面說你是借我25兩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到那邊去拿的時候 只有15兩 那我不是吃了10兩的暗虧了嗎 這樣懂嗎 所以他就心裡忐忑啦 你們沒有被騙過 所以你看一副這種很純潔的樣子 那賈雲是吃過很深很深的苦的 這種孤兒寡母真的是非常的悲慘 所以他立刻就先想到 我可能會遭受到什麼樣的陷阱 結果他心懷忐忑啦 到了那裡的地方去 拿了銀子一秤竟然分毫不差 而且尼爾還說你不要跟我寫借據 我絕對相信你不會騙我 你不覺得突然之間掉下一個大善人 那而且分毫不差 所以心中也覺得是不是非常的奇特 有這樣的奇遇 所以你們也知道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告訴我們說 一個放高利貸的人是勢力中有人情 但是你作為舅舅 明明是很親的親人 可是人情中怎麼樣 卻充滿了勢力 所以世間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論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曹雪芹就給了這個舅舅 一個名字就叫做不適人 好 那這個你們都很熟悉 好啦 那另外其他的呢 我想我們就不能再多說了 竟然還是在停留在第一章的講義 好 我們下個禮拜開始呢 就要到第二頁的講義 那邊會花很多的功夫 請你們也要把第63回好好的讀一遍 因為我們這裡的詩稱全部出現在第63回 那裡面的含義呢 到時候要很快的做補充 所以你們自己先要有足夠的熟悉度 我們才能夠加快進度 那今天就先上到這裡